看了一个新的四肢愈合的电影 然后他 我们说The True 对 The True 对 他有一场戏是在讲母女的 然后讲 拍完之后呢 他跟他真实的女友发生了一些事情 他身为演员他就隔天就 他要跟导演要求重新拍 因为他有一个新的体会 而且他觉得他应该用那样演才对 所以他就回头 已经拍完的戏 他回头去跟导演说 导演我要再拍一次 因为我现在应该可以演得更好 你会有一些这种 那四肢愈合有接受吗 没有但是 四肢愈合在 在戏中戏里面 让凯沙琳那一个女主角 那个角色这样子 所以是里面的演员 在跟里面的导演 电影里面的导演要求 好理解 对 你有这种 很有趣 事后的经验说 蛤 我觉得这个 如果我后来我去演 应该会更好 或者其实 就是 包含现在的 包含想见你 我都会觉得说 其实会有很多 可以做得更好的东西 但这就是 演戏 对 这就是演戏 拍完之后 因为有时候你拍完 你不可能 因为你还是要 在 合理的范围 你必须要 让大家 在工作 对 你不可以 对啊 而且搞不好井都拆了 对啊 搞不好井都拆了 对啊 所以 但我觉得 这是一个蛮好的 事情啦 就是我会 我会一直去提醒自己说 你 还不够好 你还是要继续努力 对啊 因为你每一次看 都会觉得 是不是哪里可以 再做一点什么 是不是哪里可以更好 嗯嗯嗯嗯 而且你竟然会知道是日欲和的芯片 所以其实你是个文青 也不是啦 就是我只是 我其实 我 我觉得我不是文青 我只是 我也会看 就是复仇者联网 就是我都看 因为我觉得 嗯 都是养分 对 我觉得要局限 只看你想看的东西 对啊 好朋友 坏朋友 都要交过 不是说都要交 是说都要交过 都会交过 都会交过 是一样的道理 对啊 就是 商业店也要看 然后就 这支运营的电影很好看啊 真的很好看喔 对啊 因为他穿着很新 然后台湾目前也还 对对对对 所以你竟然会知道 比如说你有在关注 有啦 就是平常都会关注一下 嗯嗯嗯嗯嗯 对啊 因为还有之前 就觉得说 他也是一直想拍 果香剧的男主角 他就一直拍啊 他就很习惯地 会找他拍 你会担心这件事情 我 我不会 我不会担心 我也不会 不能一直演 就是我觉得是 可能你那一段时间 你 刚好找的是这些 但你也可以 匆匆去找到 自己的一些乐趣 对 我觉得就是这样 演戏的乐趣 生命階段的概念 但是我覺得有時候就是像 如果真的有時候是同一個角色的 都是大概類似的角色 當然有時候會比較疲乏一點 我覺得這是一定會的 就是每個演員都會遇到的 就是每個演員必做了人生功課 對啊,所以我覺得 不管是電視劇還是電影 甚至是舞台劇 我覺得都好像需要去做一些嘗試 對啊